整修後的古本間現代藝術中心 二十一號隆重開幕 建築本體的展覽區域 新增了九百平方公尺的空間 開放式的設計 讓參觀民眾多了 與藝術品互動的機會 整個舊翻新工程 最引人矚目的焦點 是這個將建築本體與戶外花園 連接在一起的巨型曲狀屋頂 一百公尺長的蜿蜒結構 上下表面覆蓋葡萄牙 本地產的磁磚和木材 靈感來自日本傳統建築的廊台 這個介於內與外的第三空間 又將風景引入的效果 以及多樣化的功能 隸屬於美國石油大亨古本金恩名下基金會的這座現代藝術中心 是由英國知名建築師萊斯里馬丁所設計 藏品多達一萬兩千件 許多葡萄牙知名藝術家的作品都在其中 新開幕的主展覽大廳推出了旅德女藝術家 里奧諾安圖尼斯的裝置藝術展 以及一九六零年代至今三十名女藝術家的精選作品 另外也展出了藝術家費南多萊摩斯 探索日本文化的心得與廣場的日本版畫 這場競爭的競爭域開啟發生了 所有的建築師 有六十名的葡萄牙和六十名藝術家 而民主委決定要去Kengo Kuma 當我來到了這裡 我看見了很明顯 既然與北京和日本的相關 邀請日本藝術家 在這間新建築的建築物 日本建築大師威延無操刀的這項舊翻新工程 耗費五千八百萬歐元經費 四年時間才完成 嶄新的空間與規劃 讓古本間現代藝術中心 成為理事本當地副建築美學的新地標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